第三個部份 這一部書 在這個1984社會裏面 是一個什麼社會呢 那些人 政府 是散改歷史的 其實也不只是散改歷史 是所有文字記錄的東西 無論你是典故 報紙 什麼東西都改的 改到呢 飛機由黨做 你也要相信 太陽由西邊升起 它說是 你也要相信 這個就是1984社會 那你覺得 哇不是吧 Sharon這麼誇張 飛機由黨去做 誰會相信 不是的 都有人會相信 太陽由西邊升起 你信不信 是的 我是不信的 但問題是當所有人都說 飛機是黨做 太陽由西邊升起的時候 就算你不信 你不敢告訴別人你不信 你不敢告訴別人 喂不是 太陽由東邊升起 因為你說太陽由東邊升起 一百個人都說是太陽由西邊升起 如果你說是太陽由東邊升起 你會被人打賊 你不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就是正在發生的 香港的個案是怎樣的 其實不用說 我說你也知道 他告訴你沒有三權分立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不是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不是 不是啊 你告訴你不是啊 但是師公告訴你不是啊 你現在還有人咬 說多一段時間 那些人就開始不敢說的不敢說 香港 刪改了的刪改了 忘記了的忘記了 不知道的不知道 以後一直下去 香港從來都沒有三權分立過 這個就是要製造那個現實 這件事不新穎 70年前George Ouell已經告訴我們 好像Emily說 二加二等於五 他說二加二等於五 你都要說是 你不可以有懷疑 不是啊 二加二等於五 你傻的嗎 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這樣的反應 你就死定了 你肯定是會被消失的 所以子綠維馬這件事 是不斷地發生著 每一件事你都要接受 這個是黨 即是在1984這本書裡面 在黨裏製造出來的東西 你都要說是對的 所以誰控制過去 就可以控制未來 誰可以控制現在 就可以控制過去 歷史是可以改的 只要改到對它用就可以了 然後以後他說那件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二加二等於五 太陽就是由西邊升起 沒有人可以再justify 是question 不是啊 這件事 不行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你沒有什麼可以做 唯一一件事 就是你要將 你自己我還聽到 蛤 不是啊 這個驚慌失控 就是這個驚慌失措 非常之不滿的表情 麻煩你要藏起來 你千萬不要流露出來 還有你的眼睛也不要亂斬 你斬多兩斬 人家就知道 哇 你不信啊 你不信 那你還不是反革命 你還不死 那就糟了 那你就會被批鬥的一個人了 那不單止是歷史可以改 文學作品可以改 文字也可以改 文字呢 為什麼每一個地方 它一定要控制這個文字 就是每一個國家 無論是古今中外也好 統一文字是這麼重要的 因為統一文字呢 其實就是控制思想 你看我們呢 很多形容詞 很多adjective 越多adjective 其實你的思想空間就越闊 你可以describe那件事就會越多 當你的形容詞越來越少的時候 其實所有東西都會被narrow down 你可以express那件事就會越來越少 就是那個range呢 就是由過去這麼闊的一個range 就是這麼闊的一個range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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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這麼窄了 那這件事就是在做的了 歷史是可以重組的 報紙、電影、教科書、電視、戲劇、小說 所有可以提供資訊、新聞、娛樂、教育的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改 改到合適就行了 那你見現在電影的審查都很重要的 是不是審查都很重要的 以前是鬼怪不給說而已 如果你看看我有一段片說 八仙蓉的你就會知道了 就是現在呢愛情 那想著說愛情什麼都可以了吧 愛情都不行 太甜什麼是不行的 那原來在極權社會 1984這個社會 George O'erl 他一早已經提了我們了 其實極權國家、極權社會 是很怕你談愛情的 是很怕你婚姻的 愛情是不可以太浪漫的 結婚是為什麼 結婚是為一夫一妻 Sorry 不是 結婚你可以生兒子 但是不是因為你們是愛情結晶 這些是反革命的 這些是不可以的 為何要生兒子 因為你為國家服務 你要為國家生勞動力 結婚是為黨 所以你做的所有這些事情 你只不過是機器 Make Love在1984 Smith是有一位太太的 但是他跟他太太很難相處 因為他的太太 是嚴重被擋洗腦的人 所以他相信這個婚姻 純粹是為黨服務 生兒子 你要和我Make Love 我是不可以不和你Make Love的 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是夫妻 是我們有夫妻的恩愛 有夫妻的甜蜜 不是 我和你做這件事 純粹是因為我要生兒子 給黨 為黨服務 這個是黨給我的革命 給我的一個使命 我要去做這件這樣的事 那你想一下 大佬怎麼搞呢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你想一下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裏面 你覺得生存有意思嗎 其實生存是沒有意思的 所有東西都是分配的 OK 所有東西都是分配的 就是國家給你就給你 國家不給你就不給你 專門是有一些人 Smith有一個朋友叫西明 他專門負責是做什麼呢 專門負責就是毀滅文字的 歷史可以改 自由是錯的 自由是奴役的 他將所有你相信的東西 都將他調轉 所以 他雖然一面在做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他在心裏面 知道 這件事是窩可的 是衰的 Smith都是在做一些 1984這個世界要他做的事情 他用這個way of living 去生活 這個世界是這樣生活 他用這個世界這樣認識他的生活 但是他心裏面是知道的 他甚至知道 哪些人 是會被消失 他這個被消失 跟香港的被消失其實都很相似 香港人就是神早去抓你 他這個就是半夜三更去抓你 被消失的人就從此消失了 你就找不回他 結果他的歷史就完全抹了 彷彿他從來沒有生存過 或者彷彿他從來沒有出現過 他這段歷史就會被人wip off 就完全是洗掉了 那Smith呢 即是男主角Smith 和他一些朋友 一樣都在做 這個極權社會黨要他做的事情 因為他不可以不做 除非你不要命 但是 他們是由大家的一個眼神 我想你們都試過 從香港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到今天 有很多人可能已經 未必很坦白去講自己的想法 但很多時候你一個眼神 或者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立場 你又不知道隔壁那個什麼立場 但可能有些人在講一些話的時候 大家突然之間可能吃吃吃東西 大家都會 我愛起頭 大家交換一個顏色 其實那個顏色彷彿是在講一些什麼呢 就是我明白你 你明白我 但是大家不需要開聲的 都明白的 完全明白 我們以前在香港不會禁止的 但是現在會 其實這件事 George Owell在1984這部書 70年前這部書 其實已經預言了 其實告訴我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它是一定會發生的 但是林肯子先生就請教授 劉兆銘教授特意去翻譯這本書 我相信看過的人是很多的 但是奈何呢 那件事也是發生的 直到這件事現在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看起來就更加 更加難過了 更加想哭都哭不出了 因為你會覺得 頂嘴 所有事情都太遲了 那件事已經放在你前面了 那你可以怎樣呢 所以你說其實我們現在可以怎樣呢 我覺得我們做到的事情 都真的不是很多 而且在1984這個社會 他很討厭人讀書 所以你明白 為什麼可以跟你講書 其實我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身邊有10個跟我說 你當然不要做讀書了 香港人哪裏看書的 讀書哪裏看的 那我也承認的 讀書呢 其實我是要浪費很多時間 去重溫 去跟你們講 因為自己看就很容易 但是要講到大家都很明白 很黎明 其實是有點吃力的 但是那個 fact是 我覺得這件事 很有價值 因為有一些事情 未必可以很直白地說 但是透過書的故事 我可以講到給你們聽 我想你聽的 我想你明白的 還有我想你記得的 所以我就很討厭那些人說 聽完都還不記得 那你就去死吧 就是 這些是浪費的 這些人你跟他說 如果是這些人 我覺得你算了 你別聽我的頻道 你不是說聽一下娛樂 那些人不用用腦 聽完就算了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去到這些的環境 就是 都還是這樣的人 其實就好像1984裡面 一些社會裡面的人 這些人 你放心 他一定可以笑到最後 他一定可以活到腦 因為他不用腦 是不是 講完都不記得的 你講完都不記得的人 怎麼會跟你執著呢 他怎麼會有原則呢 他怎麼會有底線呢 這頭講完 他那頭都不記得了 什麼都可以的 這些人 這些人呢 就最安全了 告訴你 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 他沒有什麼底線 最麻煩 就是有想法的人 最麻煩 就是你有原則的人 你有底線的人 覺得不行的人 就最麻煩了 所以 在這部書裡面 Smith的結局是怎樣 我在這裡就不說了 你們可以去看 有時候我都覺得 我講得太詳細 劇透也太厲害 令到有一部分的朋友 像Carol那些 我就很開心 他會去看書 他真的會去買 他會去看 他會去看 就當我是一個賭毒 但有很多呢 就不是的 所以 就不劇透那麼多 Smith的結局 你可以自己去看 但我也會錄的 但我不放在Youtube 不好意思 我會放在我的Patreon 放在這裡 我希望你們可以 訂閱我的Patreon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講書 都應該有些代價 是不是 講得這麼用力 講得這麼勞氣 你覺得我的東西 這麼廉價嗎 我覺得很不屈 所以我不可以 結果我會放在自己 Patreon那裡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都希望你支持我的Patreon 所以 在這本書裡面 Smith其實很清楚 什麼人 將會被消失 什麼人 很快你就不再見到他 包括他自己 因為 他在你面前做的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假的 是戲來的 OK 因為他要生存 深入 他從頭到尾都不認同 所以他才要寫這本日記 寫這本日記 是提醒 以後的人 也是 如果有一天 社會可以容許 一個自由思想 可以容許你和我不一樣的時候 希望對方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看到他今天寫的一件事 大家可以 心靈神會 你明白嗎 希望可以 大家心靈神會 所以 其實我也是 雖然我是講別人的書 但是我講別人的書 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講 以及是用我自己的理解去講 所以我覺得你聽我講書 和別人講書 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這是因為我希望透過一本書 其實我是透過一本書 是跟你講 我想要跟你講的東西 所以到Smith 他就很清楚了 那些不用腦 沒有原則 沒有所謂 你說太陽在東邊升起 太陽又在身邊升起 太陽又在身邊升起 那些人是可以活到最後 和他中間交換眼神的人 很清楚自己現在在做什麼 在破壞這個社會的人 他知道這幫人 總會有一天 他們會被消滅 因為 其實他們是受不了的 即使他多好戲都好 他總會有一天 他這個戲 是會表露出來的 所以這個 就是我今晚 就想和你們講 就是1984這部書 1984這部書 1984這部書 我自己選了劉少明教授 這個譯本 當然你自己可以選擇 你自己喜歡的譯本 好嗎 那結局 我就會放在我的Patreon那裡 那講書這部份 我們就在這裡 就停了 那些 以下那些 就不是和書內容有關 都想和大家 亦和自己打氣 我覺得這個社會 現在是很艱難的 嗯 就是與其去罵人 呢 就關心多些你身邊的人 給多些支持你身邊的人 有些人是抵鬧也要罵的 那些 就是跳老母群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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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限聚令 你 就罰兩千 然後 你中招那些 就送五千 那些 那些 就是很可憐的 但是 Anyway 我們都要 我們其實 就和自己說 就當是 劉佬佬 閒大官員一樣 大開眼界 嘩 會這樣的 即是這一輩子 都沒有想過 為何會這樣 即是自己經歷這件事 那 就是 我呢 就講到這裏了 那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見 那 都是最後 就是 記住 來我的Patreon 好嗎 OK 好了 晚安 拜拜 好嗎 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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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嗎 好嗎